谁都有一些难言的苦楚,谁都有藏在内心深处的故事,不言不语,不是不说,只是不想说,无声无信,不是无心,只是没人懂。 人活在这世上,看你的人多,但懂你的人少,说你的人多,但帮你的人少,批评你的人多,但理解你的人少,修守旁观的人多, 但雪中送炭的人少,相遇的人很多,但相依的人很少,其实,人生的悲喜都是自己的,生活的苦,累与不累都得自己受,脚下的路,没人替你决定方向,心中的伤,没人替你擦去泪光,有泪,自己流,有苦,自己受,靠谁活着都不靠苦,只有靠自己,不是所有的伤痛都能诉说, 人久了,也就习惯了,不是所有的委屈都有人懂,想通了,也就释然了,不是所有的伤痕都能叠加,看惯了,也就忘了,不是所有的错误都能弥补,经历了,也就懂得了,人生就是这样,看你笑话的人很多,懂你委屈的人却太少, 所以,有些事情只能自己懂,有些话不必说给别人听,自己知道就可以了,孤单的时候,别忘了还有影子在陪你,即使失去了任何依赖,也要自己活得漂亮,熬过了一个人的时光,会变得更坚强,擦去了眼角处的泪光,让笑容更飞扬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